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前两天林小发抖音说最近总有人说他偷感很重 让大家来帮他解答解答 说到这个,那我就不得不放张图了 还记得上次诚意生日的时候 诚意直播完出来和果果们合完影就先走了 后面林小才从里面出来 果果们看到诚意走了 就一窝蜂过来找林小了 那热情劲把林小吓得 林小仿佛一下子到了女儿国 被诚意的粉丝们包围了 偏偏这个时候他还找不到自己的车 一个劲的让果果们小声点 好打电话找车 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的车坐上去 我猜林小坐上车第一件事 就是打电话给诚意 哥,下次你让我先走好不 你的果果们太热情了 好可怕 结果在亚顿线下直播结束后 诚意从侧门都走了 林小偏偏从正门出来 一出来就看到一大片果果等住 林小 哥,我要碎了 你的果果又来了这么多 林小出来果然又由果果喊住了他 还给他递了信 我有点好奇这信是给林小的 还是给诚意的呢 林小每次出来都想敲咪咪的 不被人发现的溜走 结果每次都被火眼金睛的果果们发现了 偷偷溜走的动作那确实是偷感十足 说起偷感 我还想起了一个人 那就是诚意 在剧组的时候拿住一把伞挡住偷看 这么蹲住那里 好像一颗小蘑菇 所以说诚意和林小能玩到一起去还是有原因的 一个偷跑 一个偷看 俩人都偷感十足 感觉俩人家起来才三岁吧 瞧咪咪的样子太可爱了 他们以为我们没看到 结果我们全看到了 还拍了下来 林小那个八级网可能已经看到了 但诚意看没看到 就要取决于他家庭群里的人有没看到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